来 掌声和尖叫给我们Rise 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大家 如果说今天晚上是我们创造 2020女孩们的毕业典礼的话 那么对于我们Rise来说 就有一点点像一年之后的一个返校的汇报演出 而且呢今天非常感动看到他们当时成营成团时候的这个服装 好像又很相似的服装又重新穿上有一种特别感慨的感觉 其实在刚才他们歌词当中也提到说 逆行的路口也会响家这样的歌词 所以今天真的是欢迎我们的Rise回家 谢谢 来 给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来 欢迎Rise 好 三 二 一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R1SE RISE 来 每个人都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R1SE RISE的成员赵磊 哈喽大家好 我是R1SE RISE成员刘燕 哈喽大家好 我是R1SE RISE成员 人好 人好 好 人好 我是R1SE RISE 欢迎学长们 欢迎学长们 欢迎 我记得去年啊 你们是这场盛宴的亲历者 而今年呢你们来到这里 是我们成团的见证者了 那学长中我知道两位 有两位已经是第二次来创造营202里 见我们的学妹们了 是的 而且知道周震南上一次来过之后 是不是还拍了宿舍照片 然后发到你们的聊天群里面 对 因为 羡慕 是大同铺嘛 他们这次是大的城堡 虽然都有个大字 但是真的相差特别大 真的 我们 起早都是一百多个人 用20个位置 那除了有咱们男男之外呢 仍好也是来了两次 然后上一次的这个表演呢 我不知道 其他的兄弟们看了 是什么样的评价 回去把我数落了一番 没有 我也刷 没有动作没有标准啊 就说我怎么怎么 好的 诶 照让好像有话说 我觉得我看了 我看了好几次 而且我觉得 郝总特别帅 把我杀到了 杀到了 杀到了 谢谢 好的 那么今天是我们学妹们的成团夜了 作为学长有什么祝福 要送给我们 唱造营2020的女孩们 我先说一下去年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些心情吧 因为其实这个时候呢 已经表演都表演完了 然后想跟师妹 虽然是我的姐姐 但是师妹们说 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放平心态 然后去接受 等待这个结果就好了 其他的我觉得你们已经做得非常棒了 已经不用担心了 然后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其实从创造营2020开播以来 我们Rise都有一直在关注大家 然后我觉得大家对舞台上 对自己能力上的这个专注与这个要求 我觉得 我是相信她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是可以达到一个 啊 不说 不说 可以吧 但是希望她们 去达到最强女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然后 祝福大家吧 然后最后就是 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是相信你自己的团圆 然后珍惜彼此 因为我们也 就是感受过 一年 一年过得特别快吧 对 然后希望大家珍惜这段美好的时光 然后相信彼此 然后去学会依赖吧 然后也学会给自己的队友一些支撑 然后最后就是祝大家身体健康 平安 然后开心 是最简单 谢谢 谢谢 谢谢奶奶 谢谢 谢谢Rice 谢谢学长的祝福 在这里也祝福我们洛洛和佳佳高考顺利 谢谢学长 谢谢Rice 谢谢 谢谢学长 相信她们的祝福 此刻也传递成为一种力量 送到我们创造云2020的女孩的身边 是的 那我们其他学长 每个人是有没有一点简短的 对我们学员 除了奶奶以外 每位学长 对我们的学员们 都来点鼓励的话吧 OK 那就我先来 每次站在创造云的舞台上 我都会说一些非常正能量的话 这次也不意外 就是呢 之前我们也曾用了一百多天去努力奔跑 然后呢 无论是跌倒还是凯旋 它都是我们奋力绽放的样子 所以说无论何时回想起来 它都是漂亮的模样 所以请一直赶下去吧 你们就是万丈光芒 谢谢 我还想说的就是 其实很高兴能够回来 参加这次总决赛 然后想对学妹们说的就是 其实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追梦的路上是很美好 但它难免会有一些困难跟辛苦 那希望大家遇到这些困难跟辛苦的时候 一定不要放弃 秉持自己的初心 学会感恩 谦虚 真诚 诚实 谢谢 谢谢 好 下一位 好 那那个正经的话 前面两个学长 还有周志南学长已经说的挺多了 我就说一个 不正经 我就说一个就是成团一年以来 然后我的一个很实在的经验吧 就是可能学妹们成团一年以后 可能会有很多工作 然后很多压力 然后可能会很累 比如说晚上连觉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脸上就会有黑眼圈 会长到 所以就要给学妹们说一下 一定要一定要抽空去做皮肤管理 然后就就祝大家 越来越帅气气美美丽丽 谢谢 谢谢学长 下一位 来 延祺 其实今天我来到这 突然发现这个创造营的logo 我们头上这个创造营的logo 特别像一个家的门的感觉 因为今天来这里感觉像是回家了嘛 然后站在这个logo下面 会有一种站在家门口的感觉 其实心里有点紧张 然后学妹们 无论有没有站到最后的那个位置上 我觉得只要是进了创造营的学妹 咱们都是一个大的家庭 我觉得无论怎样还是欢迎大家能够加入到咱们创造营的大家庭里面来 对 大家族里面来 然后其实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但是我希望告诉学妹的是无论如何 你们都不要忘记和自己爱的人站在一起 和自己爱的人站在一起就可以创造 谢谢你们 好 谢谢 那么延祺跟萧文也在参加快乐大饼的站稳了朋友 也给你们两个加油好不好 一定要站稳啊 好 下面继续 来 好 那我就简单一些 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初心 保持善良 然后奔着自己的目标 坚持 说得好 大家人好 好 我说一下 我今天 首先我是恭喜所有的妹妹们学妹们 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天 你们马上就要解放了 对 同时呢 我也祝贺 今天能从节目开播以来 走到今天成长夜的15名学妹们 恭喜你们今天经过自己的努力 走到现在 然后今天我还看见了 上次我来到创造营对星组的 还有三位跟我一起 对星组的成员 就是瑞琪 月月 然后孟孟 然后看到你们今天三个站在这里 我其实还蛮 蛮开心的 内心 真的蛮开心的 对 希望你们能够 不忘初心坚持下去 今天 一定能取得好成绩 加油 加油 好 谢谢 好 来 跳雷 我的话 就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已经尘埃落定了 就是大家 也恭喜大家现在已经就是毕业了在这里 然后 我觉得无论是有没有成团 还是未成团的就是朋友们 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成为一个 不做NPC 做一个Game Girl 去主宰你们自己想要赢得的人生 好 好 来 教授 因为我知道 我们创造营2010的学妹们这段时间肯定很辛苦 但是我们最终成团